各位详情大家好 我期盼了许久的一个好消息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下 从今天大概早上开始 有一些账户开始 把我的内幕消息和老底 尽管这个水平不是太高 规模也不太大 发出来的东西起码都是我之前 在公开媒体 其实都可以查到的 你只要用心 因为都能查到 但这个斗劲 这股动机 我还是觉得应该鼓励鼓励他们 因为很久以来 很多人觉得 我这受到的攻击是最少的 因为五毛什么的 都围着一平围着贱民去了 我这基本上都不提 偶尔呢 你不能说一个五毛没有 也就是基本上 那些杂碎 傻逼建筑们 就是偶尔冒猫炮 冒猫炮呢 我就直接把它拉黑 因为我不跟他们辩 你要一跟他辩论呢 你就上当了 所以五毛是大家知道 是不可理喻的 基本上你看见他就拉黑就完了 我这几天呢 这个手痒了 就拉黑这些到处找着这个五毛呀 要拉黑他们 搞得手痒找不着这个手痒 我这开始出现了 我觉得这个这是个好兆头啊 这是个好苗头 是吧 甚至说是个喜照 因为什么呢 因为这是预料之中的 预料之中的 就是我们搞这个雕塑园 现在搞这个六四纪念碑 还后续的要放很多很多东西在里边 马上就要搞的 就是个坦克人这个雕塑 然后又恶人榜啊 还有一系列的这些作品 都要放进去 这他势必呢 会引起中共的 叫什么 叫这个不由自主的这个反应 当然中共他不愿意 他一般的情况下 他们也也很聪明吧 他不愿意帮你做宣传 因为他要攻击你的话 他把这事扯得很多啊 扯他这个烂七八糟事都扯出来 然后一一轮五毛来攻击 事实上都是在给你做宣传 中共不愿意干这个活 但是我们这次呢 我就预料他 他一定会反应 一定会攻击 并且一定会动员 很多原来潜藏的这些傻逼们 那些傻逼们 形形色色那些建筑们人渣们 逼得他们出来这个露面 逼得他们出来攻击 因为什么 叫攻其所必救 就我只想讲那个道理 我们要掌握跟中共 我们之间这场战争 我们这场反专制 反独裁 要民主 要自由的 这场战争的 我们要掌握主导权 在哪设置战场 怎么这个仗怎么打 怎么设置话题 不管是舆论战 还是这次叫什么攻防战 我们要掌握主动 我搞什么 你中共你必须得回应 你不回应 你就是个死 是吧 他就会是这个事件 就会出现不可控的变化 一旦过了某个节点 那中共就玩完了 所以中共这次呢 果不其然 围上来了 除了这两天 对雕塑员的 六四的大肆的攻击 暴露了一堆傻逼五毛 甚至那些老五毛 还有一些 之前有各种面目 混进来的 跟我呀 包括跟建民 包括跟一平 包括跟老陈 我们这些伙计 有个密切接触的 这些傻逼们 也一个个也冒出来了 太好了 老子看见这个 就是那一个字 爽 就是自作孽 这个不可活 就是这个道理 打仗 一定要讲究这个战略 最后就是个气势 你始终没有热战 这就不叫战争 就不叫战斗 但是呢 最关键的 我之前给大家讲的 中共最恐惧的 这个自由雕塑员呢 他成为一个 按中共自己的革命话语 革命这个语言叫什么 叫燎原的火煮 在这呢 他引发很多决定 世界历史进展的 大的世界 比方说我们说大契约 这个是中共 他是绝对的 要给你这个 对着干的 果不其然 来了吧 这个从今天开始 开始扒我的料的 我之前的红十字会 之前小天使基金 然后这个 什么海物其他 一系列的社会事情 当然都是媒体上公开的东西 甚至有的 十来年前了 十几年前了 有的可能近一点 八九年 但是没有太近的 又没有太近的 因为我从媒体上消失 中间消失了几年 小英文搞的事 就是没有太多的 上媒体的 因为我这个人 在媒体上 如果看见我 基本上是 他会给某一个 公益性的事件 搅在一起 因为我搞这个事 搞这个工作 也算十几二十多年了 我那时候给大家讲 我说我有三步 因为给大家干这活 大家总是有很多担心 有很多担忧 我说你也甭担忧 是吧 就是 我呢 我要做到三步 这个什么叫三步呢 这个三步就是说 我呢 第一个 比方露脸啊 比方搞新闻发布会 露脸啊 表彰啊 干嘛的是吧 那个我说我不去 大家 干着活的 见谅的 你们都去 我说我不去 再呢 我不任职 比如搞什么 包括在红社会 其实今天明告诉大家 我也不是正式在编的员工 当然呢 当时呢 红社会的领导 还是说相当的不错 就多次动员我啊 把关系调过来 给个一官半职的 并且给了很多承诺 那将来还有晋升的 大好前途啊 但是我就说我不干 但是说个啥呢 你问人家说 你看这么好的事 你为什么不干呢 我就说我志不在此啊 还将来有其他的想法 就是不任职 再就是我不拿好处 我不拿好处 我在红社会工作 也算是有些年头了 那我基本上就拿着 志愿者最基本的补贴 800元人民币 包含交通 时速 这个都在里边 800元人民币 那有人朋友说 那你靠什么生活呀 我还有点积蓄 但最主要的是什么 就是这个不讲究吃穿呢 不讲究吃穿 就是这个叫衣食 我就说衣食减慢啊 就是你小地摊的衣服啊 十块八块一架也能穿啊 吃饭 一个煎饼啊 也足够打发了 就这个没有什么太大的 这个生活开支啊 所以你没必要去挣这么多钱 为那些钱啊 去劳累啊 所以这个我基本能做到 但是呢 有一条 一个最重要的 就是说 在中国搞公益项目啊 你肯定会面临很多很多问题 因为谁都知道 中共啊 他其实不希望中国有好人 他不希望中国 有人为了贪人的利益 有人真正为了公共的利益 去努力 去为他们 这个 咱们说奔走呐喊 更别说救命啊 因为中国 中国老百姓这个苦难啊 就是中共故意造成的 我们讲那个道理 讲过多次多次多次了 就是 你老百姓必须病 必须穷 必须缺乏安全感 你才能牢牢实实的 为了自己的命 为了自己一家人的 这个一家老小的这个吃喝 为了他们看病 为了他们受教育 为了他们住房子 一辈子在奔波劳碌之中 什么事都不能担 但是我们干的活呢 恰恰是跟中共对着干的 就是说你中国 你要老百姓死 我们就让他活 你要他上去学 我们就让他上去学 是吧 你说这个世界没有好人 但是我们干的事 是向很多老百姓证明 这个世界是有好人的 那就是什么 捅了中国的心窝子了 说他弄了好多事了 搞我们啊 当然必不可少的 就产生很多这种 舆论事件 危急事件 比方说这个小天上基金 这个马书军事件 什么这个东西 但我觉得啊 关心这件事的 或者关心 我是啥人的 这些朋友们 你可以去 网上搜一搜这些信息 你肯定会做出 你的这个判定 包括了天使妈妈 预见的这个 一系列这些事件里 基本上背后呢 可能都有我的身影 都有我的身影 因为这个时候啊 你指着别人去 指着别人出来啊 应付这个这种危机啊 是不现实的 因为这种危机 往往背后是 中共他们那些杀手 他们那些打手 他们是精心策划的 啊 实际上是有备而来 一般的人呢 对付不了他 但是我 我为什么 我就敢出来呢 因为我就说了嘛 我说 这些很多项目啊 它从起始 是我这个 穿梭起来的 它包括这个 运行规则呀 运行 运行制度啊 这个 整个这套设计呢 是我来搞的 只有我自己门清啊 我明白 另外最关键的 其实是 我对中共啊 整个这套做法 他们这个险恶居心 他们那些嘴脸 他们的伎俩 哎 我是最门清啊 所以我就出来对付他们 所以有的 有的那个 当时啊 因为多年老出这种事 老子 每次都是我 有的当时呢 也媒体啊 也央视呢 包括这些报纸 一些记者 他们说哎 都每次又遇见你了 每次都是你 那你 你怎么每次都有你的事啊 为什么 你这每次你还 还攻击 本来是攻击我们的事啊 我说 他说你还怎么理直气壮的啊 动不动 守着记者的面 要打人家啊 或者要怎么样啊 还横得很 他说你为什么气这么粗啊 我就说呀 我说 我是百炼金刚 我啥都不怕 这个世界上啊 能在这些层面 能达到我的人 压根就不存在 所以我说 我真是啥都不怕 不管他用什么招 我都有话说 比方说 我说出来这个东西呢 能让大家信服 所以你要查我的新闻 查我的报道 都是跟这些负面消息 缠在一起 比方郭美美事件啊 离一系列这些 涉及到公益领域里的啊 这些事件 基本上你可能都能查 他见了很多很多报道 很多你可能已经没有了 你可能没有了 但是还会有一些 有一些 所以这我就说啊 这个今天开始的 这些这个蚂蚁啊 可能当时你蚂蚁的面目出现 这一般背后都是中共啊 因为他会有些消息呢 是我心里知道的 那不是公开媒体当中的东西 他可能 只有啊 有些事甚至我自己都忘了啊 我自己都忘了 他就能扒出来 这个证明什么 证明这不是扒出来的 这是中共啊 中共在给他喂料 喂一点料 当然这扒出来也无所谓 我还不能打击这些人的积极性啊 我今天在这儿啊 还得鼓励鼓励你们 甚至呢 这个还得 甚至奖励奖励你们啊 奖励奖励你们啊 这个我这儿有瓜子啊 就哪天呢 干活累了呢 需要瓜子 我那个给你们弄的瓜子吃 弄的瓜子吃 因为我这个人不喝茶 不喝酒啊 就这个弄的瓜子 犒赏犒赏你们 继续的下大力气 挖挖我把我从头挖到脚啊 是吧 从谷挖到金 从东挖到西 什么事的 你认为凡是上的讲的啊 都挖出来 大家看一看 让大家看一看 这个这是一个叫善莫大焉啊 善莫大焉 这个工作一定要有人干 早晚要有人干 所以呢 你们呢 也不用有其他的想法啊 也不用在为了什么打发领导 也不用了 这个为了这为了什么挣的五毛钱 你就比平心 你就把它当做一个啊 积善 积德的好事来做 我真心实意的告诉你们 你们会因为这件事 你们真会及你们的功德 这就一个缘分啊 是吧 咱们再次做个约定 咱们 我告诉你们 千万别打退堂鼓 千万别打退堂鼓啊 一定要把这件好事啊 做到底 因为什么 因为中国那些受苦受难的老百姓 需要 全世界那些爱好爱好民主自由的 那些老百姓 也需要 是吧 这是卖不过去的坎 那你一举数得呀 明立双手你们 所以要千万别偷懒 一定要把这事啊 尽心尽力的 把它搞下去 最最最重要的 比方说 这个 我我最真实的身份 我搞过什么见不得人的事 是吧 贪财了 贪色了 是吧 骗人了 什么打架了 害人了 啥事 土痰了 抠鼻孔了 是吧 垂地大小变了 是吧 背后嚼舌头 骂这个 这个 什么 嚼别人舌头了 都行 啥事都行 一窝蜂的端上桌 而且大家 谁喜欢什么呢 大家就巴拉巴拉 谁又去看什么事啊 这个 这是好事 比方最主要的 比方说 我最真实的身份 你别说这个 我是王岐山的人 是吧 今天有决定 我是王岐山的人 你真是小瞧我了 我第一个 这个要更正一下 这个你 工作不努力啊 王岐山是我的人 他没资格领导我 明白了吧 我领导王岐山 他听我的话 这你们工作 不尽职 但是呢 下不为例 下不一定要把他 真实的情况 报出来 有人说 我在美国呀 不工作啊 悠哉悠哉 是吧 显然是拿了 中共的钱 就像之前 有一哥们 还得说哥们啊 还得说哥们 先逢一笑 民愁 说我什么 哎呀 买两辆新车 当然不是什么 值钱的东西啊 美国这些车 就像中国的自行车 代步工具啊 但这个 这种态度啊 好啊 从细节 真实的细节来讲 我还真是告诉大家 我从来美国之后啊 还真没怎么 没什么工作 为什么 中间有好多朋友啊 说搞点事啊 搞点工作啊 弄点啥子 是吧 挣点钱啊 我们为民运 筹集经费啊 干嘛的是吧 不能只是捐款 搞点事 我呢 我就说 我跟谁都不一 我说你们干啥都行 我是没法干 为啥没法干呢 因为你在美国 咱们知道 这个岁数到美国来 英文又不行 一切东西 你真正搞美国的工作 你可能干不了 另外呢 很多华人 谁都知道华人还是挣着中国人的钱啊 别人能挣 我挣不了 为什么 我要跟谁打一电话 那哥们就倒霉 谁跟我要是说咱有经济来往 再搞钱 是吧 再给我输送钱 那基本上我就把人家给害了 我就把人家给害了 这个事就不能碰 还是那个道理 美国知道南加州啊 洛杉矶这儿 生活费是巨便宜 是吧 生活费巨便宜 我还是那个 我也不讲究 我自己养了鸡 是吧 买菜买最便宜的菜 你看中东超市啊 这谁都知道的啊 菜很便宜的 买水果什么的 你不要买那太高档的嘛 衣服到谁都到南加州啊 衣服就更不讲究了 说基本上 吃穿基本费用啊 都没多少钱啊 都没多少钱 那个你急着工作干什么 再说了 你像 你要真要说找工作啊 出去搞点生意啊 能够弄点啥的 这有另外一个危险啊 什么叫另外的危险呢 你看建民 前段时间 一直被些五毛们 这个诟病啊 说是这个 你看你接着国内的客人 你的旅游团啊 有生意做 有生意做 当然谁都知道 在这不会言啊 我认识的很多民运 朋友在海外 都是多年来 是做导游生意的 做这个生意的 因为你确实干不了 其他的事 这个呢 基本上你会中文 懂家照什么 尽心尽责的 搞事 基本上是有 当然不发不了大财 有个稳定的收入 吴建民也不例外 就被他五毛们攻击 攻击其实不算什么 还个最关键一点 是什么 你做这种开门的生意 其实是有危险的 像前段时间建民 跟大家讲到 他遇到那些经历 当然这些经历 我们之前都提醒过建民 我说你干这个活 你不能选择客人 是吧 那个客人来干什么 你也不知道 不知道他背后干什么的 那你怎么弄呢 所以我说你千万千万 一定要小心 车上的前后摄像头装上 一定要搞明白这些东西 为什么 你要干这个生意 美国是个法治国家 但是它是真正的法治国家 并且没什么特权 谁也别摆资历 是吧 大家都平等的 法律面前是真正人人平等的 这个里边就中共就漏洞可钻 他来给你形成这种诉讼纠纷 比方说禅诉 比方说禅诉 这个不满意了 比方说你这个摔倒了在你这 或者一切的事 都能挑起官司了 挑起官司来之后 他就把你拖死了 所以呢 包括我在这真的提 好几位朋友 真是这个 真心实意的 想跟我一起搞点事 或者弄的什么建议 我都婉言谢绝了 因为我知道这个东西 我知道 我但没考虑好他的安全性 或者这个不连累别人的情况下呀 这个我宁肯 宁肯在家闲着 宁肯在家闲着 当然大家谁都知道 我这几年也真没闲着 真没闲着 为什么呢 因为你不 你跟中共干 你不需要是什么富翁 不需要是什么亿万富翁 你不需要什么 穿着西装革履 整天都是世界 都是世界表名牌 吃的穿的喝的用的 开的住的什么飞的啊 海里游的都是要大名牌 不需要啊 那没用啊 就是乞丐都能搞革命 是吧 陈胜吴管 那是不能搞革命吗 项羽的 项羽那个 这个什么刘邦 哪个是 哪个是大富大贵了 是吧 这个穷棒的 按中共自己的话语讲 穷棒的革命才最彻底 所以咱们就干那个穷棒的革命的事儿 也不需要张扬 也不需要喊 那全世界都知道 你在 你在琢磨共产党 共产党干 共产党知道 共产党知道就得了 我不需要其他人知道 这就是 怎么讲 就是五毛攻击啊 真是 他们很辛苦 大家要体谅这些五毛们啊 他们很辛苦 尤其像攻击我这种人啊 我这种人叫滚刀肉 滚刀肉 甚至啊 我从小到大呀 我真正给我打个交代的朋友都说啊 我是天下第一刁民 第一阴险人士 如果我要不算阴险的话 这个世界上没有阴险的人 我这儿 我说这个 朋友们送我这个绰号啊 我真是一点都不谦虚 那傻逼们在我这儿玩心眼 他都不用说话 眼神都不用有一个 老的闻人味就知道 那傻逼要干什么 所以在我这儿 觉得占了便宜的那些人啊 你真庆幸吧 你真庆幸吧 老的真是这辈子 比你本事大的人贱多了 比你本事贱 懒得给你动大心眼 为啥 因为咱们 还有那句话 人呀 你不能说 所有人都是彻底 彻底坏的啊 都是迷失嘛 都是迷失 我的这个主张呢 就是你作恶呢 你干嘛 我老的都配合你啊 无所谓啊 无所谓 说着 你说牛狂了 我还真不狂啊 我还真是不狂 还回到刚才那个话题 我说五毛没有挖我啊 你一定要把我这真实的 最真实的信息挖出来 尤其 你最好你搞点 我自己都不知道的东西 也把它这个挖出来 但有一个 有个事啊 说法呢 就是说 那个 关于这个 我真实是非的问题啊 你别说 我就是王岐山的人 我是中共最大 派美国最大的情报头子 我什么 隐形的亿万富翁啊 什么 在国内 搂了钱出来的 那说那没劲啊 在美国生活 人都知道 那这个 这个没劲啊 你起码 你得知道 我到底叫什么呀 啥一话 你不是叫李源吗 错了 我这种 老奸巨华的 这个老油条 那怎么会一个名呢 我有好几个名呢 这个李源 还真不是我 户口本上的名字 也不是身份账上的名字 这就是 就像一个创作 是我的一个笔名 你可以说是个 它是个化名 但是本名叫什么呢 所以五毛 你要 多多的请教你的上级 上级多给你点弹药 知道我到底叫什么 姓甚名谁 是吧 一定要把这个 把这信息啊 都挖出来 把这信息都挖出来 我就支付你们了 我就多多的 给你们刮嘴吃 今天还得 还得给大家 说件事啊 因为 因为这个 中共的这个攻击 中共的炮火呀 这个叫 如鱼而来 那咱们啊 我这人啊 就唯恐天下不乱啊 唯恐这个事 就怕事小 啥事都这样 就怕事小 天下一太平啊 这个中国江山 一稳定啊 我就真是焦虑的 睡不着觉啊 我就希望这个 吵这个天下大乱 对 我还有个绰号 叫天下第一 嚼屎棍子 多大的粪坑 都能被我 搅的这个叫 这么叫翻江倒海 臭气熏天 老子就擅长 干这个事 既然中共开始干了 咱们就开始 正帮你给他干 我之前那前几天 讲的那个 雕塑员 全民共振 就是要募捐呀 为什么不募捐呢 是吧 对很多朋友来讲 他既然在国内呢 或者在国外的 他不是所有人都有 像我一样啊 有这个机缘 有这个机缘 参加这场轰轰烈烈的 反专制的 反独裁的 这样的这个斗争 消灭中共这个 有史以来 人类有史以来 最这个暴虐啊 最恶毒的啊 这个反人类的 这个集团 不是所有人 都有这样的机会 大家有的朋友呢 就愿意 我最近收到 很多很多条 这个私信 这个消息联系啊 就是说 我要给你捐款 我要捐款 起码这能 能减一点力 这个呢 跟我在国内 这个做救助啊 做这么多年救助啊 我的感受 真是相同的 就在国内的时候 也是啊 就我们的公益项目 搞那些项目啊 包括小天神基因 也好 包括天神妈妈 搞了好多事 每次被他们攻击之后啊 哎 我们的这个捐款啊 都暴涨 都翻几倍的暴涨 哈哈 为啥呢 就那个道理 不捐钱的人啊 他只一百个理由不捐 哎 凡事找理由 哎 说这个呢 这种人基本上 不会捐款的 你压根 你压根 不用听他们说什么 哎 他们发什么屁根本不用管的 但是捐钱只有一个原因 只有一个理由 哎 这就是我的金句啊 不捐理由一百个 捐理由只有一个 就是冲动 哎 其实可以说 你可是他感动 哎 为谁感动呢 你不管他为谁感动 他就是要 就是要捐 捐了 尽心了 哈哈 那呢 我今天正常的告诉大家 那我呢 我要下部呢 马上开通 我开通 我银行专门开一个账户 我用个人的名字 我先收这个钱 哎 所以说呢 谁要想攻击 哎 就冲着我来啊 就我承担所有的这个责任 哎 如果你捐钱 也可以进我这个账户 进我账户之后 你想给谁啊 自由雕塑员 自由雕塑员有基金会 啊 有基金会 有免税资质 或者呢 哎 你比方说 给谁给全民公共证 或者给谁 从我这 啊 转 我这账户不干别的 专门 专门干这个 哎 我会尽心尽力 把这事干好 是吧 这个我还真有经验 哎 在国内的 不管怎么着 哎 也弄了几十上百亿啊 在这方面 我得说 我要说第二 没人敢说第一 没人敢说第一 不管他是教授 还是什么明星 啊 在我眼里啊 基本上是 在搞这个工业啊 搞什么什么 这个捐赠流程管理啊 这方面 呃 我是老大 我是老大 哈哈 这个 真是对得起大家 说这句话呀 啊 不心虚啊 不心虚 绝对的不狂妄 所以我这账户呢 除了接受这个捐赠之外 我当然我会开通 这个这个拍拍 就是方便大家以各种形式啊 大额小额的 咱都要啊 不是有人最近也是在 疯狂的这个逼大家捐钱吗 谁不捐钱谁五毛 我在这真不是说这个 谁不捐钱就五毛 谁没有资格说这个 谁捐钱 都有自己的理由 不捐 当然有不捐的理由 无所谓 但是我们现在要跟中共开战了 没有什么立根愣 没有什么虚情假意 打仗 就是要带药 就是要真斗真枪 那没有别的 这不是客气的时候 平时客气了 这时候不客气 我平时怕麻烦 我这个时候不怕麻烦 谁有啥招 冲着我一人来 我真是欢迎 欢迎 其实说句这个 狂妄的话了 狂妄的话 老子跟中共斗了十几二十多年 中共那套狠劲 那套那些招数 比那些所谓的 现在网上整天叫嚣的 这个嚷的 都跟专家 都跟东西行家似的 比你们这些本事 大多了 大多了 老子看不起这些 小鱼小杂碎小虾米 真是看不起你们 看不起你们 但是还是开头 今天开头讲的话 欢迎你们来 欢迎你们来 你不管做正面贡献 还是负面贡献 最后都是贡献 都能推动这个剧本 往前走 推动这个历史的进程 往前走 这个历史往前走 往前进展 离不开 五毛 离不开垃圾 离不开傻逼 离不开建筑 这个 还有一句话 捐赠的建物的账户 另外 我之前讲的 投资的工作室 我要搞这个解密工作室 我说我要出书 把我这个 这么多期来讲的 其实只是一个零套 但我故意的 我这样给大家讲了 我故意的 就是口头讲 也没什么掩饰 并且是分散的 东一傍处 西一郎头 这个大南找北 一会南一会北的 故意分散的 我现在要把它 正式的 正式的 搞成这个 高质量的 这个作品 书籍 漫画 影视 包括这个视频 都是 我要把它搞成高质量的 要从走商业渠道 走市场渠道 我们借助市场的力量 把这个解密 人类的这个福音 传向全世界 所以这个呢 它就是一个 挣钱的路的 有钱大家赚 我跟你说 这个钱 这个信息 不属于我个人 也不属于某一个团体 它不属于 这个地上 从来 到今天 从古代到今天 不某一个人 而是整个属于全人类 所以说 更多的 艺人 有这个信的 都可以加入进来 我们就广泛的股份制 广泛的这个股份制 钱多钱少 都可以加入 你加入之后 就见到你那份心 当然呢 它的回报 在这给大家讲 也是惊人的 也是惊人的 因为我们提交这个产品啊 这个世界上 有成千上万把锁 但是钥匙 我负责任的告诉大家 只有这一把 这一把就是金钥匙 这一把就拯救世界的钥匙 它的价值 比黄金钻石还贵 所以投这个资的 你可以想象它的回报是什么 当然了 我在这儿也诚意的邀请大家 不是说你一定要入股 一定要有钱 钱真不是重要的 钱真不是重要的 而是大家的参与 而是大家的参与 大家参与的形式 也有很多种 也有很多种 而不仅仅是 有些朋友 我不要回报 我就能捐钱 你去干 咱们分两种 分两块 自由雕塑源 我们其他的全民共振 其他的这个项目 其他的事 那就捐款了 那就捐款了 大家谁都没有任何一分钱的经济回报 但是工作室这个 我们要走的是市场渠道 市场就是要盈利 让整个所有的环节上 投资人 作者 搞技术的 搞营销的 甚至发广告的 搞印刷的 搞出品的 搞传播的 都要有利可图 他才是一个坚不可摧的 砍不断 脚不烂 踩不踩不碎的 这样一个经济的黄金链条 我们才能把这个真实的这个信息 使人家得拯救的这些信息 传向全世界 那今天算是 把我这个设想啊 比较直观的告诉大家的 我会在近期开一个 实名的 专门的银行账户 接收捐款和投资